上上禮拜最后讲到有关黑名单筛选的范例 其实比较重要的部分大概有几个定义名称 我讲过这定义名称非常重要 但很多人还是不太会用 也就是如果说有一个范围 它可能是跨工作表或者是范围非常大 我还是建议你就是可以定义一个名称 按F3去存取它 这个其实也有点像所谓的资料库的类似的用法 因为有点像观点式资料库 其实在这个部分第一名称你也可以配合Vivo函数来用 Vivo函数也是可以用第一名称 反正只要是一个范围 你都可以用第一名称来完成 另外的话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函数叫Count if 这个Count if函数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为什么因为只要是你要比对什么 比对两个范围之间有没有不同的资料的话 其实Count if比对的效率其实会非常的好 而且甚至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自己写VBA乘赛 不见得可以比Count if来的更便利 所以这个Count if其实我觉得还蛮需要多多去了解 再来的话就是利用热透产中奖几率统计 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有把黑名单筛选用录制聚集下来 我讲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录制聚集 另外一个是精简为VBA 你会发现精简之后的版本其实相当程式非常的少 可是它的效用非常的大 因为你会发现很快 当然精简后的VBA版本最大的困难点应该就是必须要了解所谓的跨工作表 因为我们有三个工作表 那你一定要在你的Range或你的Sales前面加Shit的名称 不然的话它会抓错资料 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最大的问题点 如果假设这地方你都能够架勤熟悉 然后架勤就熟悉 那当然相对的以后你写这种多工作表的VBA程式 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再来就是乐透台中奖几率等等的 最后就是有讲到有关大乐透的资料下载的部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还是在检视与参照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检视与参照部分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先开启 那个检视与参照范例里面的那个05 这个检视与参照这边这个范例 那我们会先来讲一下有关 就是如果一般性的查询资料 假设打开之后的话 那这个范例呢 其实理论上有可能一般的状况是会把左边的跟右边 放在不同工作表 左边是资料表来源 右边的是我们要查询的 也许是查询的一个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编号是多少的资料 帮我把这边的资料四个 直接横向的四个改成纵向四个 这四个帮我带到这边来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检视的 其实就是查询啦 所以你检视与参照其实就是 你简单讲就是查询函数啦 就是它帮你怎么样把资料带过来 那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资料带过来 当然喔 在那个 Excel里面它提供了插入函数 比如说我要查005去查姓名的话 它提供了检视与参照这个类别的函数 其实哪一个函数可以办得到呢 当然你可以用什么呢 Index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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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up可不可以 还有呢 再来就是什么 Obsets其实也可以啦 然后呢 VIR函数也可以 可是哪一个是最简便的 当然以目前这样来看 因为我们查询的这个资料里面 刚好它的这个编号 刚好在第一栏 所以如果用在第一栏的话 那这个部分 最简单的还是用VIR函数 为什么 因为VIR函数就是刚好是 如果你要查的资料 编号刚好在第一栏 因为它等于是一个key 那你要查的话 相对的用这个方法是最简单 但是问题啦 如果你今天要查的资料 比如说你要查的是姓名的话 那很抱歉喔 你就不能用VIR函数 因为姓名并不在第一栏 除非呢 你要把姓名跟编号颠倒 才可以喔 那怎么办 如果你要查其他栏位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用什么方法呢 其实喔 这边建议各位就是 其次啦 如果查询的话 最常用到VIR函数 或Indirect 这两个函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用这一题好了 我们假设来看VIR函数 如果我今天 005 那我要查到 姓名或其他栏位 那刚好是姓名 总销量 名次 刚好是横向的四个资料 要把它抓过来 放到纵向的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当然 我们 他会有四个问题问你 所以VIR函数 反正你只要看懂前面这四个问题 你就给他四个 他要的资料的话 那 那当然结果就出来 首先第一个他问你说 lookup value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么编号 其实应该查什么 栏位名称第一栏 一般是查什么 如果是第一栏是编号 你就查编号 其他栏位名称你就是 那我要查005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table table就是资料表 array就是范围 意思就是说 那个资料表的范围 请你告诉我一下 那理论上我们要选的话 就是除了栏位名称以外的这个范围 这个叫tablearray 就是从不包含栏位名称的下方资料 那当然有些书上 或者有一些 网路上的教学 是连第二列也选进来 其实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你选的会不会错也不会错 只是说我觉得他理论上意思是问你说 那你要查的那个范围 因为我上面这个名称没有要查询 所以我刚好把它选进来 选的等于多余 但是选的会不会错 不会错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在第三个问题 col就是col的缩写 col就是栏 index number就是第几 意思是第几栏的意思 什么叫第几栏 就是说他比对这个东西 005他一定是到哪里查 第一栏 所以找到 那这个问题说 那如果我帮你找到之后 请问一下你要这一个tablearray 里面的哪一栏 帮你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我要的是应该是 这边是第一 姓名是第二 那我要带的是第二 所以这边输入2 OK 那第四个问题说 那range lookup 那请问一下你要比对的方式是完全一样吗 还是找接近的就好了 特别重要 这边请你输入0 0的话是找什么 找一模一样的005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会推传给你NA NA就是NAS AVAILABLE 前面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 加个紧吧 紧NA应该给我看过 紧NA就是NAS 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但如果你今天输入1的话 他会帮你找 如果没有005 他会帮你找004 往下找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 因为我们这一题范例 我要找姓名 然后我要的是找完全一样的 OK 这个时候你会按确定 他就帮你找到谁 找到刘宏君 这没错 OK 那总销量的话怎么抓 当然一般我们习惯是把上面这个公式 其实复制下来 那如果贴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更改就好了 有没有 这些都一样 查这个 查哪个范围 查这个范围 带回来是第几栏 这个是 姓名是第二栏 总销量第三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3就好 所以哦 这边如果将来 最好是什么 向下填满一次完成的话 那我只要怎么 把这边变成2 这边变成3 4 5就可以 那最关键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参数哦 那第三个参数我怎么去让它变化 所以假设打勾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向下填满一次完成 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 让这个地方自动向下一个 自动帮我加1就好 2变3 3变4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用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向下填满自动加1 其实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你可以 利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名称 我在旁边先插入一个 插入函数的话呢 你一样可以到检视与参照 其实就是参照函数 找到有一个叫什么了 叫raw raw这个函数的话 主要的用途哦 按确定 按确定之后 它意思 你直接不要给它资料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它回来是4 为什么是4 因为你现在是在第4列的意思 这个弱函数意思说 你现在储存格在哪一列 它不会管哪一栏 所以我如果假设向下填满会怎么样 4 5 6 7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什么 这边刚好要是2 下一个是3 4 5 那我干脆把这个什么 减掉多少 减掉2就好了 4减2嘛 不就2 你把它向下填满的话 那不就2 3 4 5 所以哦 这边假设你要一气呵成的话 你可以把它什么 把这个2 把它做什么 delete掉 改成raw row 小瓜糊就可以 然后减掉2就可以了 OK 意思是说呢 我等一下向下填满的话 那现在我抓到2 向下变3 向下变4 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h3的3这个地方 可能要把它锁起来 因为这个位置要固定 那a3 到b10 因为等一下向下填满也要固定住 因为它向下填满都会自动加1 这个是固定规则 所以我把它锁起来之后 向下填满 放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刚才把这个格式全部自中 OK 那你会发现抓到的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把005的这4个资料 倒过来变成纵向的 有没有应该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它输入004的话 Enter 有没有张宏才 这个资料 就自动就全部带过来 所以将来当然如果你有跨工作表也是一样 不过跨工作表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定义名称 用定义名称的方法做 会是更好的 OK 那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除了说用VLAN出来做之外 其实其他方法也可以 像Index Index 其实也可以 不妨你们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这个版本 你可以把它拖拉过来 然后试着改成什么Index 或者Index 或者Offset 其实都办得到 那只是说要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把刚刚这个地方 先用V路函数查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V路函数当然无庸置疑的 在一般的查询使用V路函数的状况 其实是相当的多 而且是相当的好用 但是一般的正常状况是都可以帮你一些忙 可是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案例 就是你没有办法借由V路函数 来帮你找到你要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式 那我们刚刚这一题主要就是利用V路函数 再配合那个 因为要向下填满 所以又配合一个叫Row的Row小瓜糊 意思是说抓到你现在储存格的列数 那它的主要的用途就是 如果你将来你需要的那个尺是向下拉 自动会加1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函数来帮你产生一个自动向下拉 它会加1的这个资料 那这样同理可证 如果你要向右 向右的话就column column column 这个函数的话就是向右加1就可以 所以它就抓你现在在哪一栏 那栏的话它不是ABCD 它是1234 OK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Row跟column 这两个函数其实也是相当的好用 那主要它的主要用途就是说 它可以参照到你现在所在位置的哪一列 如果Row就列 column的话就蓝 OK 这个应该叫参照函数 Viru函数应该叫做检式函数 不过我觉得翻译好像翻不好 应该叫查询函数算 所以检式与参照应该叫做查询与参照函数 应该会比较精确一些 不然有时候我每次看到检式 这个检式 觉得这个是怎么会 这个中文意思 它是不是用英文直接翻过来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另外的话也试试看其他像index 相关的函数 因得瑞泽相关的函数 相关的函数 相关函数